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我住屋 其实年轻的 我们就跟朋友合住 那三层楼 我住第二层 我同学住第三层 晚上六点多的时候 我叫她去吃饭 叫她没有理我 我就拍她 她就这样子 弹起来的 我就纳闷了 这怎么回事 后来我说 那不然你整理一下 我们再弄吃饭 我第二次再叫她 还在躺着 那我就再拍她 还又弹起来一次 我就说怪了 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她就看着我说 我们赶快出去 我跑好去吃饭 一出了我那个奖 她就说她被压了一次 我说怎么可能啊 她说对 通常我们挺多压了一次 那后来 因为我叫我那朋友的八字很轻 她只有二两多而已 那我说她被压我 我可以理解 那可能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想说 不会吧 我们家可能有点死 后来我另外一个室友说 我们家晚上固定 就是她睡那个房间 三点 电视自己会开 我悬了呢 我说你怎么 那你把插头拔掉 拔了 闹钟响 我就说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完全没有遇到 我坐二楼 完全没有遇到 后来呢 有一天晚上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越想越不对劲 有一天我回家 我们家一楼 一楼其实是很长的 我们是长的那个饭厅 那厕所其实在后面 要去洗澡 我就要回家嘛 回家的时候想弄弄 我就去洗澡 然后去去的时候 我就听到后面 离很近的喔 大概就是离一个拳头 叫得很大声的 我就吓一声 我就吓一声 整栋房子 只有我一个 声音哪里 我就回头看 没有任何的 连门口外面没有声音 吓一声 吓到我都不敢住那个房子 隔一天 我就问了 你家有这样的啥 就说 朋友都跟我说 那你们刚搬进去的时候 有没有拜拜啊 我刚告诉我 都没有 我就敢拍 一拜第几续 一拜 没事了 开心 每天都是Happy Day OK